今天我想和大家说什么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上次入深切治疗的客人是怎样 可以大家在留言里举手 我一会儿看看够多人 我就说下我的客人继续今天的情况是怎样 好了,今天和大家说保险大预言 我想在过去那几个月新一年 其实有很多大家在网上都听到 又说原学家或者印度神童怎样说预言 大家就想一下究竟未来这一年 究竟生意怎样做 健康好不好 究竟怎样投资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保险的大预言 如果你说继续我想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一个好的事业的时候 究竟我未来应该要做什么呢 好了,其实以往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中国其实我们以往都是根据 每年有24个节气 那些农夫就会计定天气 而决定什么时候播种 什么时候收割 当然现在年轻人未必懂这种东西 但因为以前是农业为主 所以变成了 其实那些朋友 大家能否赚钱 就是靠做不做东西 有没有收食 所以变成了靠天 看天究竟有没有生意 我想这个图 我也是网上剧出来的 我想大家很多有看YouTube 看那些大预言都看到这个图 其实古代很多皇帝 他们都会叫一些承伤 去看着那些天星的运行 然后用过往的历史 就知道究竟这个是一个空笑还是吉笑 那你说其实呢 无论我们今天做什么都好 其实我们天上的星都在运行 但是你说中国传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一下原学的东西 其实在这几个月 我想在网上如果大家有听过那些风水 他们都会有讲九运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九运和我们保险有什么关系 OK 当大家一个原学的知识 当有时和客人可以聊聊天 其实九运的年份是去到何时呢 去到2043年的 你想想 究竟我会做保险做到2043呢 其实我觉得我会的 如果健康的话我会的 那如果我会做保险做到2043 我都要知道究竟有什么是 在未来20年是当往的 那我如果能够和他有些关系能得上 那我才能找到钱 是不是 我才能找到我的理想 如果不是 我跟天和时势背道而迟 其实我就很辛苦 所以变成呢 今天我就将我在网上学到的 因为九运呢 就是现在我在电光网上给大家看到 网络 电子 科技 这些全部都是熟火的 因为九运呢 其实就是熟火的 第二格大家看到了 煮食 厨神 我想大家这两年都看到 以前年代 可能不是读得很厉害 书 然后就学过手艺 就是做厨师 也有些人不会说特别很尊重厨师 但是我想大家在这一两年都会在网络 或者YouTube上自己都会下跌 就是突然间整个风气是改变了 也都见到很多人去外国读那些蓝带 读一些证书 就是受人尊重 这个就是那个九运的戏 当那个戏来到的时候 当往那样东西就会赚到钱 那样东西就会受人欢迎 OK 好了 第三就是 革新革命 也都代表智慧 要用这个方向去经营 OK 第四就是 心 火 也都代表眼 代表VR 也都代表视觉艺术 代表电影 代表短片 这些全部都是关于眼的事 看到靓东西 另外 火 也都代表心 就是心灵上 心理学 心脏 心血管 所以 如果你有个小朋友 他想选择科 其实某程度上 他读心理学 或者精神科 这些其实是非常 好像我近期有个精神科医生 他真的很好生意 或者在今年疫情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屈起 有很多情绪 我上次跟感染病专科医生 他跟精神科医生是朋友 他就说 Visa 其实我十几年前 就选读哪科 我发觉我现在是不是选错了 我应该选精神科 现在精神科真的很好生意 他们感染科 反而就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变成了其实是个时势 当然大家看到下面一行 都有一些小的有好也有不好 但是我们就要想 究竟在九云 它是有一个重点的 大家看一下 右上角我写了 虚拟不实向上进步 因为火我们捉不住 在金木水火土里面 除了是火唯一一样东西 我们捉不住 不是实体 究竟我们的行业里面 我们可以怎样去经营呢 你说在网络电子科技 我想大家看到这些东西都很熟悉 我们现在都在用Zoom信課 大家会用WeChat 用WhatsApp Facebook YouTube 微博 TikTok 网上搜寻用Google 公司用iRecruit iAcademy iConnect iEngage 其实全部都是电子平台 全部都是一些 我们真的跟以前不跟以前一样东西 都拿本簿出来写的 但是现在年代不同 这是一个虚拟不实 但是一个向上进步的时空 究竟你又懂得用多少呢? 你问我 我们明知道未来这20年是越走越快 我觉得 大家是不是需要去检视一下 究竟你自己 家里 究竟你是不是在用最快的光纤呢? WiFi快不快呢? 你的手机是否最新型号呢? iPad是否最新型号呢? 因为我想大家都发现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更新iPad 每个星期公司都很多新东西 更新的 你的速度慢 那就浪费多几分钟 你每个星期都浪费多几分钟 那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如果竞争对手比你快 你慢 其实你就会输 这个世代是讲速度 所以有时我也有些同事 做了一年之久 他们就觉得很麻烦 这些东西很难用 近期有更新FNA 很复杂 但是其实时空不会等你 我觉得大家 心理思维上要明白 其实你是要去认真安排时间去学 和去安排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是我们的生财工具 你有这些东西 其实你会 也学会了 你会省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 鼓励大家 要认真想想 有时你说 有些同事 有些同事跟我说 手机和iPad 其实不关iPad 也不关公司的程式 究竟你是一个什么型号 是否还是很旧式的手机 你的iPad 是否已经很落后 其实一直混不出来 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你都在浪费你Leader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大家 去认真想想 究竟你用什么工具 去帮助你 另外在网络里面 其实电子货币 我想大家有显示一下 究竟你懂得多少种网络交易 我想国内 好像刚才Hugo说 国内什么都是微信 什么都在微信 已经做到 但香港还未去到 那程度 但其实已经在进步 以前我们从来都不懂 什么叫虚拟银行 觉得是要落银行搞事 落银行钻钱 但今天在香港 已经有7间虚拟银行 没有实体的 虚拟货币 早之前我们只会觉得 打机上网买货金 我是懂这些 但现在不是 大家如果有看投资的影片 很多人都在说Bitcoin 虚拟的 但也有这么多人投资 价格升得这么厉害 实在太多的新交易模式 其实是我们想象不到 但你有没有去学 既然公司加了转数块 你懂不懂用转数块 但教客去收补费 其实这件事是影响我们的生意 那我就想提醒大家 其实原来火是虚的 不是实体来的 但火帮人可以带来光和热 火可以有方向 有光明 有温暖 有距离 因为火的离挂是代表分离 有距离 火也代表智慧 其实我在保险行业上 我怎样发挥这五样东西 给到我的客户 而令到我可以吃到小 其实我们的行业 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我很想给大家知道 其实我想大家 今早很多人都在家 是不是省了时间 不用回公司开会 大家省了很多交通时间 但你有没有想过 那天给你这些时间 其实是要你自律自学 自律自学 公司出了CRM 你有没有认真48天去看CRM IFXC 有没有认真自己去做一份IFXC 和自己做 不要说和客人做 好了 你说现在我们的销售过程是如何 在CRM找个客人出来 跟着又可以跟客人去做IFXC 跟着再用IPOS 入资料帮他投保 跟着客人又可以用ePayment 网上已用credit卡交到钱了 再保单用ePolicy 他自己开就行了 储存在云端里面 在交配上 eClaim 现在公司又在推 其实整个销售过程 很多东西都在改变 但是如果你用 停留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方式 不是不行的 是work的 仍然可以做到的 你特意坐车出去收 或者你特意出去怎么见客 客是要见的 但是新的东西埋起来 你不可以不认识 而是你要想 我认识到这么多东西 我如何运用我的时间 而令到我可以 省得更多的时间 又做到更多的事情 好了 其实这个我很深刻的 两年前我在微信上 看到马云说 他说 其实在未来 因为很多事情 都被AI代替了 其实我们人类会多很多时间 在他的估计 他的预言 他就觉得多出时间 这人会做什么呢 第一 一定会做很多 关于健康的事情 可能做运动 或者去健身 做很多对自己健康好的事情 第二 就是他们一定会学习 因为现在在网上 随时都可以学习 你学什么都可以 煮菜都可以 怎么想到 我儿子都是用网上来学煮菜 那 网上学习 而且他们会多出很多时间来 去旅行 马云就这么预计 会周游列各 去见识多些东西 令到自己的内涵 或者自己的思维 可以收得更加好 那时候我听这段 其实我不明白 我觉得每天都这么忙 怎样多时间出来 怎样多时间出来 真的没可能 怎样多时间去学习 做运动 哪有时间做运动 两年前 但经历过这次之后 其实我就真的觉得 疫情之后 原来真的会这样的 真的限了交通时间 真的可以在家自己移动 或者你去公园 都多多时间 那我都觉得马云是挺厉害的 他预计到将来 只不过我们这次疫情 是提前发生了的事情 那我再提大家 那大家又去再想一下 那究竟未来这20年 你是不是会再做保险呢 如果你会再做保险 那究竟你是不是应该 要改变一下你的思维 怎样去和这个正面的市场 和保险弄上一些关系呢 如果你说我明年退休 我现在即时退休 那就不搞你了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不会那么快退休的时候 你继续会想在保险上发光发热的时候 那究竟你怎样去利用这个市场 将保险融合在你的事业里面呢 不知道大家昨晚 有没有看无线的财经新闻 我看了 他就说现在在外国 或者在香港 都有一些AI的理财顾问 我看完之后 我都觉得真的可以 原来已经有了 在香港 只不过香港未发牌 但是在美国 已经是有牌照 可以给那些AI的理财顾问 就这样用程式 就帮人做投资 那你说我们做保险 会不会将来有AI的本顾问呢 我不知道 不过在我的角度就是什么呢 但是 好像感染及团病专科医生堂说 MISA 病菌是不停有 不停有新的变种 其实 将来我们的生活 最大的危机就是变种的病毒 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有疫苗 那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 和好好保护自己的健康 但是当有病菌的时候 好像今年 上年大家经历之后 就会知道 一定会威胁到我们健康 当威胁到健康 客人就会有个意识 其实保险是怎么帮到它 其实保险是一个存在价值 就算你多健康的运动员 都会感染病毒 和抵抗力无关 你没有疫苗就是会感染 所以在我角度 经历2020 我觉得我们保险行业是荣幸的 一定有得做的 不过你怎么做 你用什么方法去做 好了 以前年代 我们中国农坑 我们去种稻米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图 都会看到 现在有水坑 那些有机蔬菜 我想大家都买过来吃了 你怎么想到不需要用泥土 都可以种到菜 甚至乎那些不是肉的肉 怎么想到 因为经不够食物 所以也有人去研究一样东西 右上角那些就是太空食物 其实整个世界在变着 不经不觉在变着 但其实我们 需不需要担心变呢 和应该怎么变呢 这个呢 我也想再提醒大家 其实呢 在《易经》里面 都是说变 不过它很重点 就是万变不离其中 其实一定有个原则 我们变 其实呢 其中有一个法师 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我听完我是很深刻的 他就说 其实我们每天 人的细胞 有细胞死 也有细胞生 每一天不停的身体 是自动在运作 其实我们每一天 自己都在变 不过那变很微细 我们自己不觉得 OK 但其实 我们好像说 久了 就知道自己老了 多了皱纹 其实每一天 我们都在变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变 OK 只要我们是变得更加好 变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这个变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还有就是说 究竟我们是随着什么方向 我们保险业 既然是永恒的 其实我们要用什么方向 又吃着久运的大运 而令到我们可以去 拿到更多的回报呢 所以呢 今天 大家听完我这个保险带语言之后呢 希望大家今天 想想你有什么做 第一 首先想想自己 究竟你会做多多少年保险 如果你都会做多五年 做多十年 我都会做多二十年 其实你真的要认真想想 你如何经营这盘生意 OK 第二 你有没有好自律去网上 学习更加多专业知识 现在给了这么多时间 不是给你在家庭 是给你自律去学习 OK 第三 你有没有一个新型号的手机和iPad 你这个电话整天在一边 一一小时 你就浪费了一小时 都更新不了 那不是公司的问题 不是公司程式的问题 也不是你的手机问题 其实为什么不快换了手机 这是你的生财工具 OK 好了 另外就是好好修正一下自己2021行动目标 好 因为我好希望今天这个大预言 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启发 我们怎样去吃住个小 拿到更加高的回报 不要只是用老一套 旧一套 那套我们是基本一定要懂的了 我们怎样再加些东西 on toping到我们做得更加好 好吗 最后我就补充 上次说我那个人客 其实他今天还是在心慈治疗的 OK 情况稳定 他在做化疗 因为他的喉咙开了个洞 所以说话他说得口型 但是没有声音 但是他是清醒的 他也会发脾气 就是OK的 其实我前两天 公司已经预先批核 帮他批了595万的预先批核 由入院1月3日到今天位置 其实医院账单 去到3月14日 已经用了534万 公司就再批多50万 因为其实他平均一个月 在生肢治疗里面 大约是150万 所以都鼓励大家 保险真是很帮到人客 保险这个行业是永恒 问题就是你怎么做 还有你给些什么人客 希望今天我这个分享 可以对大家有一些看法 时间我交给MC了 谢谢泳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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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